针对不少参与泰国政府大米点压计划的农民 未领到米款而无法还贷问题 泰国农合银行已推出帮助农民减缓偿还债务措施 对46万多户到农的债务延期6个月 泰国农合银行27号表示 目前 看守政府正抓紧筹集资金以尽快发放米款 在农民未领取到米款之前 农合银行决定把受影响农民将于 今年3月31号到期的贷款延期6个月 获得债务延期的农民约有46万886户 获延期的贷款金额累计610亿泰铢 另据数据显示 目前泰国农合银行已筹集资金930亿铢 包括财政预算经费和商业部出售大米回笼资金730亿铢 以及政府中央经费用于偿还债务的特别项目开支200亿铢 截至3月26号 农合银行已经发放米款733亿700万铢 收到米款的农民累计59万9千多户 农合银行远